接着带大家来看在东山山崎社区拥有25位的简棉工艺师 为了让这项传统基因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山崎社区获得内政部福利化社区旗舰型计划的补助之后 开始针对弱势族群来开班授课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 简棉又生简花是庙与屋顶常见的装饰 过去都是老师傅用它的巧手创造出独于无二的作品 但随着时代变迁加上现在要节省成本 这项工艺技术从创作者变成拼贴人员 为了不让传统记忆失传 东山三崎社区获得内政部福利化社区旗舰型计划的补助后 开始针对弱势族群开班授课获得热烈回响 对我设计的所以公司就把我们支持兄弟们就说 你们可能在福利化 我刚才就是说针对我们五位社区 弱势团体单亲家庭有医院要出来 我们去跟盖水来听 啊 经过盖水之后呢 就开始开班开班就来报名那三十个月 结果路走路上说 现在电视上今天又来说 我们要用主席我们要来研究这些东西 我就说 无论只要你们有共同要查明这些药物 我社区这边输出呢 由社区这边输出给你电路 三岐社区表示 社区内有二十五位的简年工艺师 而所占的比例跟密度是加以以北地区之冠 所以他们希望这项传统技艺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也成为在地的特色 三岐社区就说 三岐社区是我们台湾的加以以北 简年工艺的技术人口密度最高 因为我们用最多的是用15个 还是现在呢 真正可以整个团队的 这像是5个而已 所以基于这个原则之下 我说我过程 因为社区里有需要来提供这些东西 再去申求这个 来给我们社区的棉埔之地来推荐 简年就像是立体的马赛克 早期的材料是用磁碗片 后来加入了彩色玻璃 原理是利用碗的弧度跟彩绘 粘贴成为各类的飞禽猛兽 花木人物等等 虽然现在进阵势围 但三岐社区期待透过一师手艺的传承 继续发扬这项简年工艺 让更多人一起来学习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